在高雄南籍有一处大楼建案延迟了一年多都没有交屋 而部分预购的民众要求建双要尽速交屋 并且依照合约来赔偿利息 但建双竟然发出了存证信函 要求住房签同意延后交屋 否则就视同自动紧约 让消费者是手足无措 使用执照下来之后 他们第一个隔天就是先吹款 吹款说我们最后一起的费用要缴交 那接下来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收到纯正信函跟不合理的协议书 不只是要求同意延后交屋 建商更表示愿意加总价的15%买回房屋 不过近期左南区房市大涨 即使建商加钱买回房子 获利仍是十分可观 也许表面看起来很大方 他愿意说他已经延迟交屋不打紧 他说如果你要解约的话 他愿意赔偿这个15%的一个费用 那事实上这叫机关算尽 怎么讲呢 现在各位都知道 在这个案子 他们的案子来讲是在北高雄 这个台积镇要进来 之前已经炒过一波的这个房价 纵使现在拿你15%的一个费用 可是我买不起这个新的一个房子 近期房监狱售屋均以疫情缺工缺料等理由 作为不能规则建商的室友 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也呼吁政府应该要拿出作为 重视建商违约请薪 当有获利的时候 几乎都是建商在获利 可是万一产生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最常见的借口 这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发生的恶物战争 疫情发展 缺工缺料等等这些 那不管是不是这些事情所发生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业者或是建商 他把这个风险不合理 甚至我们认为可能不合法的 无理的转嫁有消费者来承受 民众买房往往都是花上了毕生积蓄 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也呼吁 若是遇上消费纠纷或是争议时 民众可以寻求正确管道来争取自身权益 记者邵一轩 庞宇高雄报道